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几年才知道的吗 对 吸肝是1989年才被发现的 那在1989年之前 大家就知道说有A肝 B肝 但是还是有很多肝病的病人 他们没有A肝也没有B肝 所以当时就被称为是非A非B型的肝炎 那第一位得到诺贝尔奖的这位先生 他就是研究输血以后感染到非A非B型肝炎的先驱 所以后来知道说有的人输血以后会得到肝炎 但是不是A也不是B 到1989年以后 在Michael Houghton他们这一个团队 他们发现了有C型肝炎这个病毒的存在 那他们的公司也研发了检测C型肝炎的试剂 从此以后所有的肩血中心 所有的输血相关的一些议题也开始被重视 但那时候他们就是发现了C型肝炎 但是一直没有找到说真正病毒还有致病的基权 那最后一位Rice这位博士 他才发现说C型肝炎病毒 它直接会造成肝病的存在 所以他们才得到诺贝尔奖 好 所以我们要来知道一下 到底C肝是怎么传染的 C肝的传染途径跟预防的方法当中 我们先知道传染的方式 第一个是血液传染 第二个是水瓶感染 庄医师帮我们解释一下 怎么透过血液传染的 其实C型肝炎跟B型肝炎一样 都是血液或者体液 经过伤口进到身体里面才造成的传染 那在1992年 像我们台湾也是跟全世界同步 捐血中心开始删减C型肝炎 从此以后因为输血造成的 C型肝炎就减少了 但是在那之前 因为大家对C型肝炎不了解 所以很多的器具 医疗具具消毒不完全 也会造成传染的途径 甚至像现在的话 有一些民族疗法 例如说针灸 拔罐 还有一些刺青穿耳洞 这些有可能造成伤口的 都有可能造成传染的机会 但是只要说有消毒完全 或者说用抛弃式的器具 那这种传染的途径就减少了 不过另外还有一个 现在会担心的C型肝炎传染的途径 就是说例如有一些 静脉毒瘾的这些病人打毒品的 或者说有的时候同性恋的患者 尤其是难跟难的 那因为亲密的接触 那有可能也是感染到C型肝炎的一个重要的途径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其实肝炎的病毒主要是透过血液传染 所以比如说你针头或者是像我们刚刚讲 某一些民俗疗法 如果它当时有出血的状况 然后你要把这个器具用到下一个的时候 你没有把它清干净 没有消毒干净 没有消毒干净 你这个血液如果下一个人也有伤口 他们它就会血液跟血液间就传染的 那如果是比如说性行为 它假设是 一般的性行为夫妻之间互相传染的机会相当相当少 所以C型肝炎在家里几乎不太会传染 都是说有的时候一些比较危险的性行为才有可能 不然的话一般传染的机会相当的少 可是还有一个可能要特别留意的是水瓶传染 例如共用牙刷针头或者是穿耳洞 这个不安全性我们刚刚提过 但是这个所谓的共用牙刷也会 像我们刷牙有的时候也会流血 你刷牙下一个人他用这个牙刷的时候 当然有可能被感染到 那我问你母子会不会垂直感染 母子机会还是有 但是相当的少 不像B型肝炎 B型肝炎只要妈妈病毒量高 几乎生下来的小孩子百分之九十九十五以上会被传染 但是C型肝炎母子传染的机会不到百分之五 所以这种机会不大 那如果得了C型肝炎会不会有什么症状 差不多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人都没有症状 那剩下百分之二十到三十会比较严重的话 那这些症状就类似一般的病毒感染 就像感冒一样 那有的时候会觉得有点会疲倦 会胃口不好 会负胀 然后比较厉害的话 甚至会影响到肝脏的对于一些有毒物质的代谢 或者胆红素的代谢 结果就会累积在身体里面造成黄胆的现象 已经有黄胆的时候 是不是我眼睛会黄黄的 眼白会变黄 会先变黄 然后小片颜色会变深 就所谓的茶色尿 有的比较严重 就会像红茶或者可乐那么深的颜色 对 C型肝炎得到了以后 当然就会变成一个急性肝炎 一定走急性肝炎吗 80%的人就会变成慢性肝炎 这个跟V肝又不一样 V肝如果是妈妈传给小孩 那这种情形90% 95%以上会变成慢性肝炎 在成年人感染到V型肝炎 变成慢性肝炎的不到3% 但是C型肝炎得到了以后 成年人75%到80%会变成慢性肝炎 那你只要是变成慢性肝炎 就走到一条不归路 那经过了20年 差不多有20%的人会走上肝硬化 那当然肝硬化 有的人会肝脏越来越不好 就从比较轻微的情形 变成严重的肝硬化 到最后就变成所谓的代肠不全 甚至所谓的爆肝 那另外得到肝硬化的病人 他每年有1%到4% 会产生肝癌 所以慢性肝病肝硬化肝癌 这是肝病的三部曲 也是一条不归路 所以一旦感染的C型肝炎病毒的人 是全部人都会直接走到急性肝炎 还是说也有些人完全没有症状 然后可能一辈子都没有什么反应 我们所谓的急性肝炎 其实百分之七八十的人肝功能不正常 但是他自己不知道就没有症状 没有做例行的检查 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有没有避肝吸肝 所以这样的时间大概多长 假设比如说他25岁哪一天得了 他大概到最后这一步 例如说他25岁得到 那变成肝硬化的话 差不多将近50岁左右 那60岁左右的话 就有可能会产生了肝癌 那当然每个人快慢不一样 如果年龄比较大才得到 或者有喝酒有B肝或者艾滋病 造成的影响 那就会加重肝脏的伤害 有人同时有B肝有C肝 有还有A肝的吗 A肝都是一次急性的肝炎以后就完全好 所以A肝是比较不用担心 那B肝的人差不多10%会有C肝 可是C肝我要怎么知道我有呢 我怎么诊断出来 诊断的话当然要抽血 检查C肝的抗体或者C肝的病毒 才能检查出来 那检查出来以后 我们当然要评估说我们的肝脏受伤的程度 那有几个所谓的肝功能的检查 例如说GOT GPT 它就是肝脏里面的酵素 细胞破坏越多 它的释放出来的浓度就越高 所以可以有GOT GPT 知道肝细胞破坏的程度 但是有的时候你破坏太厉害的话 就会影响到它的基本功能 例如说你破坏超过80% 那有可能它的肝脏的合成的功能 就会受到影响 这种A不敏白蛋白 它的制造就会减少 也会影响到它的排毒的功能 那这个胆红素Biturubin 就是反映着说我们肝脏排毒的功能 但是这个只是反映着这个病人 他现在的状况 那但是从过去到现在肝脏 有没有受到什么样的伤害 目前我们抽血就没办法告诉我们 过去的状况 所以需要做超音波的检查 才能知道说我现在肝脏有没有破坏 有没有产生纤维化 那是不是已经走到肝硬化了 有没有产生肝癌 我们纤维化分为四个等级 就是轻度 中度 重度 更严重就是肝硬化 那我们可以由纤维化的检查 来知道说病人在慢性肝病的过程里面 到底已经走到什么样的程度 所以我们怎么来看自己的报告 我们感染到C型肝炎以后 假如变成慢性化 那体内当然就是有病毒的存在 但是你感染了以后 我们身体就会产生一个反应 叫做抗体 可是C肝的抗体跟A肝B肝的抗体不一样 它没有保护作用 反而是说你感染了 它就有这个反应 没有感染就没有这个反应 当然就没有C肝的病毒 表示没有感染过 但是感染了以后 75%到80%会变成慢性肝炎 但是20%到25%它自己会好 所以虽然有这个反应 但是没有这个病毒存在 我被感染过了 对 但是我现在身体已经没有病毒了 没有病毒 那另外的话 75%到80%感染过 当然有病毒存在 那我们要治疗 还是要了解 到底它是哪一种类型的 因为不同的类型 治疗的方式 用的药物 也许选择上就不一样 你是说C型肝炎病毒 还有分很多型 对 至少现在是分六大型 所以我们除了检查病毒 来确认是不是有C型肝炎之外 另外还要检查基因型 来了解后续要怎么做处理 怎么治疗 C型肝炎刚开始的时候 真的是没有找到任何的药物可以治疗 1990年代 发现说有一种药物 是我们身体可以产生的一种激素 一种蛋白质 它本身可以干扰病毒的制造 跟它的影响 所以这个叫干扰素 但是治疗的疗效只有6%到10%而已 到2000年以后 发展出长效干扰素 再加上一个口无抗病毒药物 雷巴威林的合并治疗 那这样合并治疗 可以有80%左右痊愈的机会 那所以我们在2003年 健保就开始给产 也几乎没有什么副作用 所以有些病人也不适合使用 只有到2017年以后 纯口无抗病毒药物 混适 那我们健保也开始给付 这个药物来治疗 它只要一天吃一次 吃两个月到三个月 97%到99%的病人 都可以得到痊愈 也几乎没有什么副作用 所以目前健保 还有我们国家 就订定这样的一个目标 希望2025年能达到 新竹西型肝炎的目标 那我们得了有药可医 我们没有得之前 比如小孩 有没有西肝疫苗 现在西肝没有疫苗可以打 因为西肝它本身 是一种核糖核酸的病毒 那核糖核酸病毒 它本身比较不稳定 常常产生突变 所以目前没办法发展出西肝的疫苗 不过起码有药可以医 而且疗效很好 所以现在的观念就是说 与治疗来代替疫防 就是你没有疫苗 但是我治疗所有的病人 有病的病人都治疗完了 当然其他没病的就不会被感染 这样讲也对 所以其实目前台湾 还是有几十万人是拥有西肝的 鼓励大家赶紧的去接受治疗 既有健保 而且没有副作用 然后他的疗效非常的好 今天非常谢谢钟儿龙教授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谢谢您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各位观众 如果你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 也欢迎打电话到 台湾肝脏学术文教基金会 免付费咨询专线 来了解 同时您要做进一步的治疗哦 我们下次见 谢谢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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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众